进入2022年很多人早已经不得不接受 疫情跟人生就是这样的变成密不可分 因此很多计划不可以完完全全因为疫情而搁置 当然商务跟观光的旅行要付出的隔离代价成本太高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但留学这一件事情很多人的脚步已经阻挡不住 中国的留学市场可以说几乎已经复苏了 在过去一年有91%的中国大陆学生坚持出国留学计划不变 那么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继续求学 他们首选的第一是英国再来是南韩也非常热门 大陆学生最喜欢留学的英国 从去年7月开始都恢复了线下的校园面对面授课 因此引起了中国留学生大量的回归 而南韩因为完全认定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的疫苗证明 使得中国留学生在南韩就可以申请疫苗通行证通行无阻 而中国人入境南韩的隔离期已经从14天缩短为10天 这一些松绑都使得中国的留学市场加紧复苏的脚步 中国是英国留学市场的第一大声援国 截至去年9月的最新官方数据 英国三分之一的学生签证发放给了中国留学生 截至到2021年9月的一年中 英国共发放了超过42.8万份担保学生签证 同比增长了143% 其中大陆留学生更占了多数 网络上甚至有大陆留学生上传自己在课堂上影片 如果没特别说明 可能没人觉得他是在英国上课 英国是大陆学生到海外留学的首选 从2021年7月开始当地陆续恢复线下面对面授课 留学生们大量回归 我感觉最近来英国的中国学生还挺多的 听中间说因为这个学生公寓的租金也上涨了 而且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恢复线下课了 防疫松绑是学生们考虑是否继续留学计划的关键 除了英国 韩国从2021年7月开始认可大陆科兴国药疫苗的接种证明 在韩国的大陆留学生只要通过微信 就能申请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然后再到韩国社区卫生站登记 之后凭证畅行无阻 除了互认疫苗证明 2021年11月开始 韩国的入境隔离期也从原先的14天缩短为10天 另外学校也会根据防疫政策的改变 提供给留学生必要协助 因为疫情的原因学生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到韩国的境内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老师 为这些学生随时去办理相应的文件 随时去帮助他们可以完成签证的申请 根据韩国教育部门统计 截止到2021年4月 在韩国的大陆留学生有67000多人 占韩国海外留学生总体四成多 为了吸引更多留学生回留 韩国许多大学把入学考试转到线上 又或者直接在大陆设考点 大陆成绩许久的留学市场 因为各国防疫不像疫情初期那样严格 慢慢开始复苏 除了准备留学的学生 先前因为疫情被迫暂缓出国的留学生 几乎也在2021年下半年返校 让留学市场重现热络 基本上99%的学生都回到了美国去上学 包括去年申请完的学生 也绝大部分都回去了 来咨询的人数也是增加的 对于我们来说 大概还是有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咨询量的增长 大陆对于留学市场仍旧非常看好 因为即便疫情搅局2021年 大陆的一项留学意愿调查 仍有高达91%的学生 坚持出国念书计划 等于不到一成人 因疫情放弃留学 基本上百分之二三十 还挺多的 因为我们学校是外国语学校 第一个肯定还是提升学历 考研就是人数越来越多了 竞争压力特别大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比较想去英国 然后根据我了解和我 就是已经在英国留学的朋友们说 就是这两年 升英国硕士的人 是好像一直在增多的 然后学校的要求也有在变高 在疫情未发生的2019年 大陆留学生总数就突破70万人 虽然2020年 因疫情没有统计数据 但随着各国找回自己的防疫步调 加上大陆年轻人对海外留学热度不减 大陆预计2022年的留学市场 将有望回归 正增长 TVBS新闻综合报道